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况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感见不幸 谢谢你主日清晨 我们可以先走到你面前来 向你献上敬拜 主要在这个纪念 你为我们舍命的日子 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 我愿意为你 来奉献我一生 我愿意为你 来奉献我一生 因为你给我生命 因为你给我力量 因为你让我有安心 有你给我一般族 我愿奉献我一生 因为你温暖我的心 我有了你 你别无处求 只求你使用我 我愿奉献我一生 来宣扬 我愿奉献你恩典 我有了你 你别无所求 只求你 身为你用 我愿意为你信实的上帝 来奉献我一生 谢谢主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 因为你给我生命 因为你给我力量 因为你让我有安心 用你我一生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 因为你温暖我的心 我愿意为你 你别无所求 只求你是勇往 我愿意为你一生 来奉献我一生 我愿意为你一生 我愿意为你一生 只求你身为你用 我愿意为你奉献我一生 我愿意为你奉献我一生 因为你温暖我的心 如果你只是心 我愿意为你一生 我愿意为你一生 你只是勇往 我愿意为你一生 我愿意为你一生 被找你一生 和手 能够凝啊 一 Pom 我留到你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愿风险和一生 因为你温暖我的心 我留到你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愿风险和一生 来宣阳承受你恩典 我留到你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留到你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留到你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主啊 我们说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能够蒙昭成为你的儿女 主 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能够势力在你面前 敬拜赞美你 主 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 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工作 主啊 能够来宣扬主你自己的慈爱 你的大能 主 谢谢你帮助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 主啊 我说 当我说来敬拜的时候 主 你帮助我不是在情绪和感觉里面的敬拜 主啊 乃是真真实实的 献上那个主你所悦纳的记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 主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 你说你们的奉献要甘心乐意 主 帮助我们 主啊 把我们所有的交在你面前的时候 主 我的心是甘心乐意的 主啊 你也让我不论是死是活 主啊 我都成为主你自己的工作 主啊 你叫我在世的日子 主啊 我能够做聪明的童女 主啊 一至于我知道如何来分配我的时间 我的生命 主啊 更把我此刻 主啊 和我未来的气息 主 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 求你来使用我 主 帮助我成为你的工作 帮助我成为你自己的军队 主啊 亲自的来教导我 主啊 让我合你的心意 主 我谢谢赞美你 主 谢谢你 主啊 你用你自己 用你的保险 中价把我们卖赎回来 主啊 我就是你的 主啊 我属于你 主啊 我也再次向你成名我的心意 主啊 我将我的一生 我的生命气息都要奉献给你 主啊 我是你的工具 主啊 我是你的器皿 主啊 求你更多的来扩张 主啊 求你更多的来装备 主啊 求你更多的来磨碎我 让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 主啊 真是让我更多的来学向你 主啊 主啊 真是说 主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模范 主啊 我有你 主啊 你就是那个在世界上 唯一最好 最完美的榜样 主啊 让我每一天每一天 都更多的来学向你 主啊 让我知道耶稣 主啊 我的生命 主啊 在你里面是有意义的 主啊 我的生命 我的气息 我每一口呼吸 主啊 都是为了你 主啊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主啊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主啊 都是为了你 耶稣 就求你 主啊 你使用我 主啊 你给了我你的生命 主啊 你给了我你的力量 主啊 我能够拿什么来报答你 主啊 我只说 主啊 愿我的生命 能够被你使用 自卖要我们天赋 主啊 我们有了你 我们别无所求 主啊 我们生命当中有了你 我们就得着了满足 我们就得着了丰富 主啊 因着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主 所以我们愿意说主 我们愿意一生为你来所用 我们的生命愿意成为主 你的器皿 主 你是桃价 我们是泥土 我们愿意被主你来塑造 成为主你所合用的器皿 主 感谢你 主啊 我们要说我们愿意奉献 我们自己全心全人 包含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手 我们的恩赐 我们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 没有理由 不奉献给你 不为你所用 主 感谢你 感谢你 主啊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跟你说 主啊 我们愿意全人都在你的面前 背主你亲自来使用 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主 因为你说这是理所当然 当然也是你所喜悦的 主 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 愿主愿啊 感谢主 亲爱的神 我感谢你 主啊 我愿意将我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但是主 我说我不够 但是求主 我愿意把自己摆上在你面前 也求主你使用我 大大的使用我 在这一个世代里面 有很多的分老跟纷争 但是求主 你使用孩子 在这一个世代当中 我能够学习像你 我能够因着你的爱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愿意单单的就是交托在你的手中 尾声在你的面前 尾声在你的面前 不只是尾声在你的面前 也要尾声在那些我要去服事的人身上 因为他们都是要被得着的人 主 感谢你 求主你再一次的感动孩子 谢谢你主 谢谢你 主要你叫我们继续再继续 一日当中总会有黑夜与白天 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子经历的 但是主你说 就是要经历过苦难 我们才可以得到祝福 就是要经历过苦难 我们才可以得享你的福分 主要是你 你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你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泪水 虽然我们在世的生活并不好过 但是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家人 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人 这样的家人可以在家庭之中 可以在朋友之中 可以在我们的职场之中 也可以更在我们教会之中 我们拥有那么多 我们真的应该 知足感恩喜乐来回报给你 所以主啊 我说我们要继续 我听见你告诉我们要继续 若不继续我们就只会活在黑暗当中 但是地球是在转的 我们黑暗总是要过去 我们总会有更多的希望 跟你总会摆更多的福分在前面 好想我们可以得享你的爱是真实的 好想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 不会因此而放弃而堕落 所以主啊 我们在这边向你 承明我们的心意 我愿意奉献我的一生 做你合用的器皿 还是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 谢谢你在这个全新的一天 在这个美好的一天 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主 求你自己是恩 帮助这个祷告的聚会 是一个守望的祷告聚会 我们来为这一天来祷告 好不好 弟兄姊妹 无论你在哪里 包括我们在祷告现场的一些同工们 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主日敬拜来祷告 为你自己教会的主日敬拜来祷告 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 你的教会 我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 都经历一个神的道充满的教会 神的灵充满的教会 神的话语在整个敬拜当中被解开来 软弱的得刚强 忧愁得喜乐 祖阿 你失败的会得胜 祖阿胜不过的罪 靠祖会来得胜 好不好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然后我们要请慈恩灵 我们来为自己的教会 在神面前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是 谢谢你 谢谢你 祖父老师 这是你的名字 这是属于你分别为圣灵的 祖父老师 证仅的表情的主意 不断在我们当中 祖父老师 谢谢人家这样子的找尘当中 我们都买心意 要吵极了面 不止几面 每天都买心意 要吵极了面 祖父老师 祖父老师 因为我们 祖父老师 因为我们有天 都没下来 不断地 因为你每天都对我们不在 祖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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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么张作 这个慰恰 祝福自己光明 经过天啊 这些什么 都会得到新的天性的造成 那麦开的道具 还是要在美国的带来 谢谢你 才会在美国的带来 还要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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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是的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求 主啊 愿主你今天亲自来看顾 每一个赎你的名 赎你奉你的名聚会的弟兄姐妹 主啊 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恩高每一个讲台 主啊 让每一个讲台所分享传讲的信息 来释放主你属天的大能 将主你的话语 将主你的安慰 将主你的引导带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 我们要宣告主啊 今天每一个教会都被主你的话语 被主你的道来大大的充满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是的 主 弟兄姊妹 我们在歌TV一起有这样一个祷告的聚会 歌TV是为全地的华人所预备的 不只是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 是为了全地的华人 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我们为中国大陆的华人 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敬拜来祷告 为香港 为澳门 为东南亚 为菲律宾 为印尼 为新加坡 为马来西亚 为在东北亚那边 为在澳洲 为在美洲 非洲 各地都有人 都有华人 跟我们一起在祷告 我们来祷告 众教会 全地的众教会 都要敬严 今天有一个神从荣耀同在的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请林汉 好不好 林汉带我们一起来为众教会 一起来祷告 谢谢你为各种都还来祷告 谢谢你为各种都还来祷告 以让我们再祷告 为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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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祷告 为主要来祷告 为新加坡 为人的建议 每个社会 为主要来祷告 为新加坡 为金增加坡 和人 互相 像 全地的众教会 谢谢主 谢谢主 林安玲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 祢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 祂能够去被调望 成为神 祢所爱的殖民 我感谢祢大家 心里在这当中 谢谢主 主啊 是的 这是我们在祢面前 同心的祷告 我们真相信祢是 垂听祷告的神 主我们再一次说 奉主的名聚会 今天全地奉耶稣基督的名 聚会的每一个教会 每一堂的敬拜 都是有荣耀的敬拜 主啊 都成为神同在的敬拜 祢的话被解开 祢的灵充满在聚会里面 主啊 以至于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被祢摸着 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在分享今天信息之前 还是要再一次说 我鼓励你 除非你有很大的困难 否则 我鼓励你今天一定走进教会 千万不要用 看歌TV 看歌TV的一些敬拜 代替了教会生活 我们再说 主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里 不只是为了听道 你在教会 不只是为了听一篇道理 今天这个媒体这么发达 不只是歌TV 你在网路上可以听到 非常多很棒的一些信息 但是过教会生活 不只是听道理 过教会生活 是鼓与鼓的连结 是主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里面 只有在身体当中 我属灵的生命 才不会枯干 奉主的名祝福你 也要透过你 你今天去聚会 不但你要得福 而且主会透过你 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 谢谢主 这个礼拜我们很兴奋地 跟大家分享说 主要建造我们成为 耶和华的军队 主要建造每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基督精兵 无论你被摆在哪一个位置上 你可能是全职的侍奉神的人 你可能是专业侍奉神的人 你也可能是在职场上工作 甚至可能有一些长辈们已经退休 有些小朋友还在念书 有一些人可能是家庭主妇 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 都为主做基督精兵 你要尽得耶和华的军队 不是只是挑少数的人 以色列全家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个精兵里面 而这件事 这个精兵的成型是上帝所做的 这几天跟大家分享 古跟古的连结 夹精 长肉 腹皮 圣灵的气息进去 没有一件事情是人做的 我们都做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既然我们做不到 你也不必忧心 因为是主要做 那么人做什么呢 在以色列三十七章那里 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这整个异象的过程 你发现所有的事情 刚才所讲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主做的 那么以色列做什么 哪些是人应该做的 我要跟你分享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 当他看到满山遍野 是极其枯干的枯骨的时候 耶和华神问他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能够复活吗 这是一个问题 看到的是满山已经绝望 已经干到 后面讲到说 这些人的生命 好像都已经到坟墓里面去了 都已经不但是死 都已经到坟墓里面 都已经枯干了 这样的生命还能够复活过来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面对自己 或者是面对教会里的 某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也觉得说 这个人不可能了 搞他搞了那么久 没指望了 真受不了他 有的时候甚至 主啊 如果他真的离开我们的教会 我们也蛮感谢主的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有的时候真的 从人的角度上看 我们会绝望的 会失望的 所以你看以西节怎么回答 当主说 这些海骨会复活吗 他根本不敢讲 会 他不敢讲 他怎么说 他说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换句话说 我哪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要问我 我是不可能的 那你如果要做 大概有可能吧 他说主啊 你是知道 你看以西节回答得真好 他也不敢否定说 不会 他也不敢说 会 他说主你知道 你说吧 你说的算数 但是当主接下来就说 主就宣告 主就对他说 你向这些海骨发预言 让库哥对海骨说 要听烟花的话 然后神宣告 他们会成为极大的军队 他们会活过来的时候 以西节做两件事 第一 相信主的话 他必须相信 他必须相信 因为之前 主还没有宣告之前 他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 第二节 主问他说 会不会活 第三节 他说 你才知道 第四节开始 主说 好 你说我知道 我就宣告给你听 这些极其枯干的 糟糕到这个地步的 都像进到坟墓堆里的人 会活过来 然后主跟他说 你遵照我的 所说的 你去宣告 这里面讲到说 他尊命发预言 那个发预言 其实就是一个宣告 宣告什么 宣告主对他说的话 主说他会活 你知道 在这个宣告的背后 是一个信心 就是我相信 再我不能 再我的神 凡事都能 面对自己也好 刚才开始 在祷告里面 我觉得我们中间 有一些人 你对自己的某一个部分 很失望 你活在一个黑暗的势力里面 活在一个坏习惯里面 活在一个 也许是谎言 也许是情欲的罪 也许是一个不饶恕 你觉得 我已经跟他弄了这么久了 我就是胜不过 每一次听到很感动 都举手 都愿意改 后来又没有 又没有 我觉得我很绝望 但是主对你说 这是主要做的 如果你一再靠自己的 修养 毅力道德 甚至你的圣经知识 想要胜过 你里面那些黑暗 你胜不过的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来到神的面前 说 主啊 求你向我吹一口气 我没办法 以希节感谢主 第一 他凭信心相信 在人看 不可能的事 但是主你既然说了 我就相信 而相信 不只是个概念 相信要带出行动来 信心如果没有行为 是死的 他的行动是什么呢 行动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的 第七节跟第十节 他说 于是我遵命发预言 我愿意做 我不是只是躲在那里 说会来会来会来 随便你看 我在这边看好戏 不是 他相信 并且他顺服 主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去做 你要我让他们活过来 我没办法 但是你叫我 宣告你会做成这个事 是我做得到的 只是问题是 我要不要做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上帝从来不会把一个 过于你所能够担的担子 放在你的肩头上 上帝如果跟以西节说 那你现在去把他们弄活来 以西节就说 那我死了算了 我怎么可能吗 但是上帝要他说 我讲了 上帝讲了 你现在照我所讲的去宣告 这是以西节做得到的 但是以西节要面对说 如果我在这里大声地喊 喊了半天他不活 多丢脸啊 不知道附近 还有没有别人在偷看 那会不会很尴尬 会不会更失望 他拒绝那些负面的思想说 主你既然这样说 我就遵命 遵命的背后是顺服 顺服的背后是相信 因为相信 所以他愿意顺服 因为顺服 他就遵命去做这件事 你如果这段时间有空 我鼓励你读以西节三十七章 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就发现 这么大的一件事 满山遍野极其枯干的枯骨 却变成极大的军队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他岂有难成的事 而以西节做两件事 我相信主的话 我顺服主的话 我相信主的话 他说会活就是会活 我顺服主的话 他叫我去宣告 我就去宣告 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 挪亚 主叫他去造方舟 他像一个疯子一样 在山顶弄一条船 一定经历一堆人在笑他 但是他说我遵命 整本圣经你不断地看到 上帝用一种人相信他 并且因着相信 愿意顺服 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 你我 我们一定会看到 神在这块土地上 做极荣耀的大事 但是关键在 你相不相信 你愿不愿意顺服 说那我就去做 我该做的事 主不会叫你做一件 你做不到的事 但在你所该做的事上 是要付代价的 你愿不愿意 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圣康林我们来祷告好吗 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 说主 我相信 我也愿意顺服 我要看到 你在我们中间建立极大的军队 虽然的天父 是的 你说再世有苦难 这话是真的 因为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来面对 你给我们所有的考验 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来面对 在世界上所有的苦难 主要 但是这是你说的 主要我们一生交托 奉献给你 不是口口说了算 不是心里相信没有行为 因为那是死的 所以你叫我们要行出来 当我们领受到你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会被多少人厌弃 但是这是你要做的 你是那万军的耶和华 你是创造天地的神 所以我们相信你 我们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同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愿奉献我一生 我愿奉献我 弟兄姊妹 但愿这一首诗歌所说的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愿意奉献我的一生 进到耶和华的军队里 主要照我自己 我真不是个什么精兵 但是我愿意 我愿意你做工在我的身上 让我连结在基督的身体里 用爱充满我跟别人彼此联系 增加我可慕神的话 增加我可慕神的灵 在门徒的训练当中 我愿意和我的弟兄姊妹 一同学向基督 奉献的名祝福你 我们一起在耶和华的军队里 上帝祝福 我有了你 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有了你 我有了你 一遍无所求 只求一生为理由 我愿意和你 我愿意和你的宝费 永远充满我 我们一起在耶和牧场 都要求一生为理由